中國醫藥第一代的科研人員 要數到明代的醫學家李時珍 他的本草項目,有系統記錄了 接近2000種藥材,超過10000條藥荒 而在香港,醫學界也開始研究中藥 而濃縮中藥的出現 更方便學者採用西方科學研究的理論 來探討中藥 其實很多人將中醫藥神話化 用一些比較現代化的方法 去分析裡面的成分 可以更加了解它的適應症和副作用 其中一個是銀橋片 傳統上可以醫治感冒 我們發現它確實對… 特別是一種甲型感冒菌有作用 因為它裡面有兩種成分 其中一種成分可以有效抑制 甲類感冒菌的增生和複製 另一種成分可以抑壓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過度活躍 減輕感冒的感染 以上節目 是由龍本芳中藥配方火粒贊助 是… 成分